當然需求一定是越來越多 你會發現你需求越來越多之後 你會發現就有很多東西該要學的 學的東西就是會越來越難 有點難度 接下來的話 如果說我希望按記錄的時候 不只是可以記錄到我們的Excel裡面 還可以記錄到一個Access資料庫 而且這個Access資料庫可能可以是共用的 放在網路上面的某一個IP位置上面的某一台主機上面 我可以把資料共同寫在某一個地方 也就是說以後使用者 他每一個前端都可以開你的這個表單 填完資料之後 也都可以填到他們共用的一個資料庫裡面去 好處就是不會說像如果填到Excel 全部你還要再做一個匯整麻煩 那寫到資料庫就不用彙整 因為反正都寫在那個位置上面去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做 首先 大家一個蘿蔔一個坑 現在的話 我們是把它寫到Excel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上面是什麼 欄位的名稱 Excel當然它是比較針對一般性的使用 所以限制比較沒有那麼嚴格 那如果Assess裡面 你還要在這個地方 第一個要先開一個資料庫給這些資料存放 那這個資料庫裡面還要再開一個資料表 資料庫裡面有資料表 資料表裡面又有欄位 總共會有幾個欄位呢 總共會有五個欄位 所以資料庫資料表五個欄位 那五個欄位裡面要分別放什麼樣的資料型態 你要自立給它 我應該了解這個意思吧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要建立Assess的資料庫存放 所以Assess的資料庫 首先我想各位還是要開啟這個Assess 那這個Assess我前面講過了 我們曾經下載很久 那我請各位務必把它先download到你們的那個隨身碟裡面 應該都有吧 OK 好了